八卦掌出现不过近百年之久 以其独特的演练形式和变幻莫测的积极手法 成为中国四大名权之一 与其他拳法不同之处 是以改正面进击硬打硬拼的思路 采用左右迂回边走边打 按一经八卦方位阴阳交替 清洁重大打拿结合 将进攻者困于中央 打也不是走也不是 现在看到的这位老人 与其弟子的八卦掌拆手 步伐轻快 出手如行云流水 身形飘渺不定 身得八卦掌之要指 高银赫老先生是八卦掌第四代传人 习武有六十来年 师承行义八卦名家 钱松林先生 而韩木霞先生则是钱先生的大师兄 韩先生的大弟子 郭书翻与高银赫有三十年武术切磋交流 这本影视八卦掌托福也是二人研究的成果 影视掌法是以少林罗汉拳为底本 八级心腻拳精华编转而成 以冷脆快捷渐长 适合身材矮小瘦弱体格的练习 充分体现 以小博大 以弱胜强 急弱易损 快速闪电的 机器效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TigerPa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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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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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